小小的古浪雨 是随着1843年厦门开布 和1903年古浪雨国际社区的距离 而成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调窗口 这里是中西风情的河壁 是蕴含着音乐的名字 也是我的家乡 我心中最美的旋律 我心中最美的旋律 古浪雨由闽南本土居民 外国侨民和返乡华侨共同引建 形成独特的建筑特色 展现出中国东南亚和欧洲 在建筑文化与传统上的交流 同时还融合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厦门装饰风格 如今 历史国际社区的世界性风貌 仍然清晰可见 穿行于万国建筑之林 沐浴在东西方音乐的和声之中 我想这就是古浪雨室的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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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古浪雨 包容了人类的建筑精粹 成就了它的坚收并蓄 气象万千 对我而言 古浪雨和音乐缺一不可 这里是我的家乡 更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文艺有很多种 有一种叫做很下门 陈春柳赵立走出家门的时间 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还在沉睡 但陈春柳知道 有人比它起得更早 三四点要吃果货 我们这边巴士算零售 不是批发 因为那边货比较取权 晚期的话 生意好的话 那个货卖完你就没得买了 这个厦门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 海鲜品类超过两百种 占领着厦门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 子叶到黎明 是交易最火热的时间 食令和新鲜 是海滨城市对海鲜的执念 为了最好的货源 商贩们的生物中 只能昼夜颠倒 来 老五班 老二十条来 那你们自己干嘛的仙款 不啦 这怎么办啊 不 下多少天 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厦门 每天消费的海鲜将近四百天 这要归功于旅游 海鲜舟很大一部分 流向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景点 古浪雨 每天踏上古浪雨的来访者 数量远远超过岛上的原住民 但是古浪雨一天中最早迎来的 并不是游客 而是货船 货船是古浪雨的补给站 小岛上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全部来自六百米之外的厦门岛 来自东北的木霜是古浪雨马的 码头的板车工人 车上装的是几家民宿用过的床单被罩 木霜需要把他们送到码头的货船上 运回厦门岛清洗 同时再把几天前送去清洗的床品拉回来 码头上与木霜一起等待的还有他的父亲 为了保护环境 古浪雨上禁止任何机动车通行 岛上的生活看起来与现代生活别无二致 但在交通运输上只能采取原始的方式 两百多名板车工人保障着小岛最基本的生活运行 两百多名板车工人保障着小岛最基本的生活运行 六点半 街道上陆续加入了游客的深夜 他们大多是前一天晚上就住在了古浪雨的民宿里 与此同时住在古浪雨之外的上班族和学生 古浪雨上的婚纱摄影工作者也开始陆续上岛 来 小心了 原来不疲这还早 这货都还来晚点 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古浪雨上聚集着三百多家民宿 有近四千间客房 每到周末 民宿的入住率达到峰值 需要换洗的床品成倍增加 古浪雨没有淡水 通过海底管道输送的淡水只能满足生活所需 没有洗衣店 因此木霜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木霜必须加快速度 在大批游客上岛之前 他要把换洗的床上用品送到各家民宿 这一半我得一百多斤 古浪雨的板车工人每天要负重行走两万步 一年下来相当于一百多个马拉松 能绕古浪雨七百圈 木霜每天天不亮就出门 送完货再回家吃早饭 东北菜 接着要分豆 我们得炒个西红柿 古浪雨的人口密度是厦门市的三倍 在岛上一万多常住人口中 外来人口占了三分之一 在寸土寸寸的古浪雨 木霜一家挤在几平米的房间里 每月房租一千元 我们家的房子 自己家房子 院子全算是十五亩地 中国人的宴请主食必不可少 宴会菜品中也增添了一道很接地气的主食 面馅 厦门人吃面馅是用来唤醒早晨的 而面馅的制作也需要披星待月 面馅成为闽南人主食已经有八百年历史了 我们主带就是做面馅 面馅就是做到现在 到我这一带就是第一次带了 闽南人祝寿贺喜要带面馅 亲友送行吃太平面馅 家中代客吃猪脚面馅 如果办酒席或者孩子满月 头道菜更是用面馅 代表腐瘦绵长 面馅寄托了人们朴素的情感和愿望 但在宴会上使用面馅 一开始就是个挑战 面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起来Q 吃完碗底不能有油 炒面馅是厦门特有的小吃 现场炒制面馅成为整个流程中的关键 对火候 温控 人员的配合度控制极严 陈志玲和团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沐霜开始吃早饭的时候 往返于厦门岛和古浪宇之间的轮渡开始运行 游客陆续入岛 从此刻开始 古浪宇便不再是古浪宇人的古浪宇 而是游客的古浪宇 海仓大桥 夏美大桥 以及吉美大桥 还有杏林大桥 小安隧道 四桥一岁的进导方向的车流量 已经开始增加了 夏美107早班直动车 夏美交通广国 与其他城市的早高峰不同 这里的关键词叫跳岛 每天早晨 人们通过大桥与隧道 从岛外各处涌入面积 只有厦门市十分之一的厦门岛 夜晚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 随着从温哥华飞来的MF806次航班降落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在中国76个国际机场中 厦门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并不突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 它又可以被称为中国最繁忙的机场 只有一条跑道的高级机场 每天要完成将近500个航班起降 最多时每小时起降32架次 这个数字毕竟跑到飞机起降的极限 当飞机装载着大量游客飞底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厦门 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货轮 也开始进入作为国际港口城市的厦门 50岁的银行员杨奇蒙 今天要为一艘载重10万吨的 集装箱货轮银行 外籍船舶进入中国 必须由中国银行员登船 接管船长的指挥权 引导船舶安全进入港口停抗 船长 好早安 这个早上杨奇蒙必须全神贯注完成他的工作 引航员除了要熟练掌握各种船舶的驾驶技术 还必须对所在水域的天气 地理特点 航道等情况表如指掌 船尾15-71 离开一点在外面待命 最大的集装箱400米的 原来主要是靠这个 任何细小的疏漏都会酿成大货 杨奇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26年间经杨奇蒙银行的中外船舶 已经有12000多舟 在中国和杨奇蒙一样的高级银行员 只有不到200人 岂上海丰 告别凌晨的水产品披发市场 陈春柳在巴士里的店铺准时开张 从16岁开始做海鲜生意 陈春柳已经打拼了20年 市场里有很多像陈春柳这样的闽南女子 乐观开朗地操持着一家的生计 在巴士里面买一般都是俗客 我一定煮粘的好了 你新的 很快的 他都不敢进来 他都要叫另外一个人来打 菜市场是城市中离生活最近的地方 80多年前 厦门岛先后出现了9个以续号命名的农贸市场 岁月流转 唯独第八市场存活了下来 成为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农贸市场 同时也是最新潮最文艺的菜市场 上午9点 夏生已经在他的摊位前忙碌了一整个早上 有沙茶面面条 有菜丸子 炸完肉丸子肝 蒜要吗 要 沙茶面 沙茶面 在本下排第二 每天都排第二 基本上百分之五十八 百分之二是牛客 每天早上都要来一碗 你都要过来 十八世纪末 东南亚华侨带回了沙茶酱 这种味道辛辣的调味料 在本地厨师的琢磨中 一头跳入汤锅 与大骨头汤 花生酱 碱水油面结合 成为厦门人最日常也最引以为傲的美食 这种味道是乡愁也是海洋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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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最不缺少的气质就是文艺 即使在一个菜市场里 也不乏各种有故事的人隐医其中 几十年前 夏生还年轻 他组建了全厦门最早的一支乐队 演奏的是外国民歌二百首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直接坐在冰箱 冰箱上面 提早到的冰箱冰箱 妈妈 荷 一年 我��고 friends 和谐共生 相互包容 在古老的巴士 遇到的其实是整个厦门 夏安 百岁 天安 上涨的潮水逐渐填满越雅形的港湾 沙坡尾显现出最美的轮廓 这里是厦门通向海洋的入口 自然形成的越雅湾是渔船天然的避风港 也形成了厦门的城市雏形 2015年6月 最后一艘渔船驶离 结束了沙坡尾作为渔航的历史 过去的沙坡尾是避风港 如今的沙坡尾是文艺的代名词 追星和怀旧混搭成的浪漫气质充斥其间 沙坡尾街角 一家名叫理发店的理发店准点开业 四十二年前 十七岁的陈建明进入当时的国营服务公司学习理发的手艺 2004年老陈城包下了当年工作的理发店 经营至今 在国营旅发店学义的陈建 陈建明专理男士发型 从当徒弟开始 一直没有改变 后来 妻子成了老陈的徒弟 于是店里面的女士发型就由妻子来剪 妻子临时外出 老陈宁可错过一单生意 也不愿破坏老规矩 这种好消息 过去 过去 怀旧的文艺气息并不能带来新的顾客 经常过来的还是些街坊邻居的老主部 从出生不到这边讲 她84年出生呢 她老爸根本是重睡 她这么小就领导 你到她现在 她小孩也这么大了 尽管沙波尾极力保留着 她最有厦门味道的过往 但那些消失了的岁月 总还是渐渐被隔离在了时间的另一端 旧城改造之后 吸引了更多的新人进来 陈建明知道 自己的理发店 终究会变成看得到抓不着的过去 不过对厦门人来说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只要昔日的情感还在 在什么地方相聚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下边人家爱泡的 来拉瓜这个不好嘛 来这比较肉辣 念波就很中意 但是如果念波 就会有带一个翘首的感觉 但是美式里面 我就会念波 有会念的吗 在理发店几百米开外 被沙泡尾吸引进来的新人 27岁的贝塔 开始了营业前的准备 曾经不是有人说 现在有个小目标 刷船人生第一个季吗 然后百万刚好 刷船就是第一个季 你好 包卡简单 还有一个小 还有一个猫娃娃 第一次来 这个是招牌 好吃要吗 或者沙拉 这一阵子的话 其实本季学生很多 还有一部分游客 因为要放假了嘛 然后会有一些学生 他们过来玩 来江湖 刚来这边 一条公寓里面 最多的就是五家店 以前是一周开一家店 现在是一天开两家店 每一天都有新的项目开始 有旧的项目倒掉 下面已经没有位置坐了是吧 那你就跟他坐坐楼上吧 传统的味道和新潮的理念 相互混搭 改变着这个最古老的街区 创造出新的生态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 戴维每天走过风景最美的环海路 几乎都在这个固定的时间 之后 他会准时打开啤酒坊的大门 这里原来是厦门港务局的旧厂房 随着沙坡尾渔港使命的结束 厂房里的机器设备 曾经一度凝固在了某个时间上 现在这个热爱啤酒的德国设计师 让这里重新转动起来 他们给我一个老婆 两个孩子 给我一个店 一个工作 是我的家里现在 自酿啤酒需要时间 认识一座城市也需要时间 机器开始运转 戴维也开启了他的厦门时间 这个是一个满满的东西 五十年以后 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 真大的厦门的味道 因为我是一个本地人 我会知道是什么厦门的味道 用一天的时间 酿成一桶啤酒 用六年的时间 爱上一座城市 人与城市互相塑造成 彼此喜欢的样子 戴维不着急 厦门也不着急 同样的钟声 已经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 回想了九十七年 四十七周岁 最爱看环球时报 每一期都看 哥德巴赫的筛想 那哥德巴赫筛想 不是世界上难题吗 当时被我们的 神经论签证给破解了 下大每个人都得听我的 胡贵心已经做了 七年的敲钟人 除了敲钟 他也负责这座 有着六十三年历史的 建南大礼堂的日常管理 从每天早上的起床钟声 到傍晚的下课钟声 胡贵心一天要敲十九次 上课是两声 咚咚咚咚咚 预备中是一扇两短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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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是一声咚 比如以后我退休了 人家跟我讲 你在下大干什么 我在下大消中人工的 现在还是人工的 其实这也是很自豪 随着胡贵心把正午钟声敲响 排在厦门大学门口的游客常备 开始放心 每年会有六百多万人 自跑到一所大学来旅游 单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厦门大学可以算作 最受欢迎的中国大学 校园再漂亮 毕竟是学习的地方 为了避免本该安静的校园 被过度打扰 在工作日的时间 游客只有中午十二点 和下午五点两个时间段 被允许入校 下大前有灶后有靠 有山有湖有海 没有雾霾没有沙城包 一祖师从中西合璧 春西中带独立 老大也不是教授 是一个教工乐爱下大的一个老人 文化就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老季 厦门大学网红导游 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在当讲解员的这些年里 听过老季讲课的 也有上千万 在中国最美的大学 少不了漂亮的女生 和白发的先生 也少不了关于青春和岁月的记忆 如果你有一个秘密 可以对着一个洞去诉说 然后这个秘密 就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洞里 百年历史和花样年华 共同演绎着厦门故事 压热带低压气旋下 气温达到峰值 人们纷纷进入室内躲离高温 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 古浪雨却是另一番光景 古浪雨却是另一番光景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浪鱼岛上的原住民只有万余人 他们当中几乎有一半人有着相同的爱好 雷永平马上要和妻子一起去参加一个下午茶音乐会 让琴保持最佳状态是雷永平一直以来的习惯 乖 坐着听 我调琴调完了弹歌给你听 雷永平的家族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120年 距离雷永平家几百米之外 曾经住着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英 古浪鱼是中国第一批接触西方音乐的地方 在这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岛上 诞生过一百多个音乐世家 很多有了些年纪的人经常怀念 在古浪鱼还没有这么多游客的时候 随便走到某一个地方 就可以听到从庭院或者阳台飘出的音乐声 其实是吧 意大利已经有将近快一百年了 打开一看全部都散架了 我说不要紧 我慢慢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给他修起来 修好刚好我们结婚快要结婚了 我就把这个琴当为我们结婚的经验 经验语送给我老板 我这帮就会听 叫你带来 叫你带 在生活上面也是 他也是主弦 我也是护弦 把琴歌拿出来装了 我们走了 李永平和老伙伴创建了一支取名雷错的电声乐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 很多没有机会看到真实的大海的中国人 第一次感受到海岛风情 就是通过电声音乐 你这家看家 把门看好 看门 乖 大家看着我等一等就回来了 我们这个古老的 古老的房子 这个 走了 这个古老鱼最窄的巷子 很有意思的 一般都是 现在都是比较老 就在这 年轻人都搬到巷子去坐 他工作比较方便一点 雷永平去演出的地方 要经过古浪宇钢琴博物馆 这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钢琴博物馆 里面收藏着世界各国的名贵钢琴 钢琴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百岁以上 今天下午是调琴师佳节的工作时间 调琴的时间不固定 一般也不会让来参观的游客回避 因为我们这个 根据每个季节的变化 温湿度的变化 对于琴的音准的话 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定期的话 会对钢琴进行一个调律 包括一个音色的一个处理 在我小时候的古浪宇 就是因为相对来讲 整个岛的状态是非常安静的 非常安逸的一个这么一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经常走在岛上的话 都可以听到一些钢琴 或者是提琴的声音 雷永平今天下午的演出 赵丽是在女儿开的民宿里 你们好 太久没看到了 最好最好最好 但是我们已经从幼儿园 幼儿园到现在了 你看也算一下有几年 现在大家都70多岁了 古浪宇家庭音乐会 这个标志 我们是雷厂电声乐队 他们可以来 游客观众 民族都可以来 来欣赏我们 谈奏 很不敏南却很鼓浪宇的音乐 很快覆盖了空间 穿越了古浪宇的过去和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轮渡驾驶员林志恒已经往返航行了十几次 此时正是游客离岛的高峰 乘坐轮渡是游客进入鼓浪雨的唯一方式 每天大约有五万游客和市民通过轮渡往返于厦门岛和鼓浪雨 厦门岛和鼓浪雨之间仅仅相隔六百多米 单次航行只需要八分钟 八十年不间断的运行意味着上千万次的航行 有人称之为最长情的往返跑 说实话就是对这片海域真的是有一点感情 然后而且对鼓浪雨就小时候都承载着这片的记忆 就挺喜欢在这附近 也不想出去我觉得下面挺美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 林志恒会上岸几分钟 组织乘客上船 她的妻子吴小雅也是轮渡公司的员工 在几百米之外的市民码头做票务员 虽然同在一个单位 夫妻俩相聚的时光却病不多 她就是四天一一次休息 我是四天做了四个整天班 然后休两天 我就差不多跟八天才能遇到一次 跟她同时有休息的这样子机会 下班了吗 下班了吗 怎么办你 下班了吗 下班了 林志恒和吴小雅的工作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很辛苦 除了重复到枯燥 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人 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坐下来的时间 下班时的相互等待 相伴回家 便成为两个年轻人 一份格外温暖的心理补偿 下班时的相互等待 下班时的相互等待 花挂楼的也换了 把橘色的全部换掉 换成那种 有点迷惑木的 换就回家了 每天平平看下班就好 好 看到妈妈有没有开心 干杯 干杯 无数个中国家庭 最为寻常的一幕 无疑也是最可信赖的幸福 晚上七点 曾挫安开始了 他一天之中最躁动的时刻 曾挫安 这个昔日曾经被城市边缘化的渔村 因与文创的结合 成为了背包客和文艺青年的据点 上海的稿 那些车逐的恐怖 我又忘了你的眼前 我非常有趣 你曾想 忘了你的要求 我又忘了你的日子 我又忘了你的日子 它已经是一场 就不忘了你的想法 和宫廟门口的广场舞音乐 杂揉在一起 互不干扰 增挫安文创中心的末偶系排练厅里 20岁的刘瑞在老师的指导下 做最后的排练 她的那个感觉是这样子的感觉 今天晚上她将第一次在舞台上 进行个人长筹表演 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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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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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老师庄雁红是木偶系飞移传承人 她的木偶剧团的演员 基本上都是像刘瑞这样的年轻人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筹子甩不上去 或者说你用力用太大的话 你就甩过了 就非常的难 你看 过来 是对 是反的 传说繁华街道的对面 住着一位爱听歌仔戏的圣骂公娘娘 每天都要这样写 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二 是圣骂公娘娘的生日 从这天开始附近的村民们就会自发出钱 邀请剧团给娘娘唱戏 七点半 宫庙对面的戏台上好戏开演 五十米外的酒吧 助唱歌手也已经就位了 每天晚上传统戏曲与流行歌曲 都会在曾挫安的这片海滩同时开演 没有PK赛 观众可以随意串场 墨戏的展厅内 故事也已开始 请大家敬请欣赏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 长丑舞 我一开始很不喜欢墨戏 我觉得墨戏很无聊 那时候他们拿那个墨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无聊 就跟感觉跟芭比娃娃没什么差别 但是接触完之后发现 就是它涉及的东西非常的光芒 可能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增挫安 但是在厦门的这个小渔村里 不只有奶茶和烧烤 还有文化与信仰 不过这个城市不仅仅盛产文艺小清新 也跟众多中国城市一样 聚集着各种勤奋的追梦人 厦门软件园是这个城市夜间加班人数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有超过三万的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 在这里创造着各种梦想 港口仿佛是厦门的心脏 不断将新鲜血液泵入城市生命机体的每一个部分 不分昼夜 不眠不休 厦门港 拥有集装箱航线一百四十三条 国际航线八十七条 全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 保守计算 每秒钟就有两个集装箱 由厦门港运送到世界各地 那边还有 主要是人员有载管 就是我们桥到底下车不能断 车断的话 我们整个队就 这个桥就停下来了 车一定要有 秋辉 松云码头控制中心的值班经理 负责码头上各个工种的调配工作 203是不是故障了 你稍微等一下调具有点坏掉 好 工程部啊 看了一下怎么样 情况应该不严重吧 203你再重新队一次再重新调一下看能不能调好 夜间作业和前厅 在船上要注意 反正位置都比较集中 这条船卸动位比较多 卸入 第一间通知把电 第一间通知把电 第二间通知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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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辉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安全高效地完成装卸工作 要做到这些 他就必须想方设法 调配好码头的前沿机器 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每隔几天 秋辉就要重复一次 这样的夜间指挥 今晚秋辉和他的团队 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这是这座城市 一个24小时的结束 也是另一个24小时的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